清晨 鹿岗小镇上的老街在沉默中苏醒 初秋的海风带着强热的生命力极淡淡的鲜味 不但吹走了海边的防风草木 也开启了2006全民进轮邀请赛的序幕 2006年10月15号正逢秋高气爽 为提倡自行车专业运动水准 带动全民自行车运动风气 在129公顷的国际标准试车场 首次开放举行自行车竞赛 鼓励国内外精英好手与市民休闲运动族群 一同参与全民自行车运动 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此次全民进轮邀请赛 除提供自行车竞技外 更是国内各研发单位跨领域 共同投入科技研发成果展示之年度盛势 其能提倡全民自行车运动风气 并创造新的自行车消费文化趋势 即发展台湾自行车时尚品牌流行 更进一步提升相关产业之设计研发与国际形象 以活络观光运动 竞技休闲等相关产业 竞技术 由经济部技术处指导 自行车继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主办的 2006全民进轮邀请赛 在各方瞩目下盛大展开 希望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让台湾的自行车发展的更蓬勃 大家的健康更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喜欢自行车工业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全民进轮的活动 非常感谢把这个活动带来我们中华馆 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成功 给我们的选手能够创造佳机 那么大家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一方面我代表自行车数字业同业工会 一方面我刚好也是彰化人 所以双重的身份 欢迎各位贵宾 力领我们彰化线 同时呢 也大家共同为我们自行车业的发展 大家来努力 很高兴今天能跟诸位一起来参加全民进轮活动 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推展我们自行车的蓬勃发展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又健身 又能够达到我们的经济的目的 我们这次因为的公民公正 我们都请了国家级的裁判来 在审判长郭守岁教授 和裁判长李福祥教练的保证下 向大会表示 2006年全民进轮 将恪守国际比赛购责 并由幻象单车俱乐部 陈志豪代表选手宣誓 大会一切规定 并服从裁判之判决 发挥运动家精神 争取最高荣誉 这次开始 请说了贵宾 请用精简 比赛全体二十余位贵宾 共同剪彩后 正式展开了各项比赛活动 在盛大且热闹的开幕仪式之后 由立法院庄和子委员 及经济部施言祥次长李军夏 贵宾随骑 千人殿后 各个迎风千里 气开浑雄 在总长3.575公里的 国际级跑道上 因为都是平生第一次的骑乘经验 内心怀里是多么的开心快斋啊 到底自行车在汽车测试道上能骑多快 谁有见过在汽车测试道上 有近千步自行车骑着呢 这些众多的创意和创举 都在这次2006年全民进轮中 陆续呈现给全国民众 相信未来将有更多的产官学 严明等来参与 一起带动台湾走向更环保 绿化和节约能源的自行车岛 2006年全民进轮之重头戏 团队计时赛 为各单车俱乐部和车队 积极争取荣誉的赛事 高速回路团队计时赛 最大的关键 在于如何利用超低风阻 和高踩踏效率 使身体能够破风前进 习程时坐垫往前移 使身体重心前移 以增加踩踏的效率 同时装上前身的休息靶 刚好配合前移的重心 不但降低风阻 更拉开肺部空间增加肺活量 同时如何顾虑到团队密封骑程 变换队伍 相互切封前进的技巧 也是至胜的关键所在 这次的冠军队 美丽达车队 是装备最齐全 训练最有素的室内技术赛队伍 由他们所创下的记录 可能已是平路骑程的极限了 以他们亲身体验认为 在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国际级标准式车场的赛道上 不会惧怕会有任何状况 可以尽情地冲刺 加上地面直映图态 视野轰廣 让人骑程舒适 尤其当车队切封前进 相互交叉的灵活 让人难以忘怀 而且在高速周回路上 有那么多的观众看着 更感觉有成就感